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欢迎收看初歌学投资 我是李国庆 黄金是主要的商品投资 初歌要了解环球黄金的供应和需求 可以透过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 去掌握金市的动向 世界黄金协会的会员 都是全球金矿开彩公司的巨头 包括在中港上市的山东黄金 协会定期公布黄金展望、黄金供需等等的数据 每一季,世界黄金协会都会发表行业趋势报告 黄金需求方面,主要从投资需求、央行需求 以及消费需求,探讨市场整体对黄金的需求形势 供应方面,就集中分析全球金矿生产和黄金回收的情况 以2020年第一季的世界黄金协会报告为例 主载公需的主题是新冠肺炎疫情 疫情之下,虽然打击了饰金的消费需求 但投资者的避险需求 以及央行的增加黄金储备需求 都带动了全球整体黄金需求的增长百分之一 供应方面,疫情限制了金矿生产 消费者被隔离也减慢了黄金回收 令整体黄金供应少了接近百分之四 需求增加,配合供应减少 令到金价在2020年初曾经上升超过一成 总结而言,透过世界黄金协会的报告 投资者可以了解环球黄金需求 以及供应的最新情况,掌握金市的动态